大家好,这是我种植的西葫芦 已经开始进入开花结果期 这一时期有两个管理重点 一是流瓜,二是空旺 给西葫芦流瓜,一定要等到十片叶以上 也就是十片叶以下不流瓜 我们从这,从这底部开始输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这十片叶以下的熊花和小瓜要全部去掉 但是,它的叶片只要不是黄叶 变叶要全部留着 为什么十片叶以下不流瓜呢? 因为秧苗太小,带不动瓜 即使留了也是歪瓜,不是长弯就是大肚瓜 十片叶以后,秧苗才会带动瓜 而且长得速度很快,品质又好 二是要空旺 西葫芦用苗期,只开花做果之前 要以控水控肥为主 目的是,防止因土壤水肥过多 而出现的土壤现象 因为秧苗过望会影响作瓜 如何知道秧苗是否过望呢? 我这里有两个小标准 一是结尖的距离,约等于叶柄的粗度 也就是这个结与结尖的距离 与这个叶柄的粗度大致相同 二是叶柄的长度等于叶片的长度 也就是这个叶子的长度 和它前面的这个柄的长度大致相同 只要符合这两个特点 秧苗长得,就基本可以 如果不符合这个特点 我们就要控啊 适当的少浇水,不施肥 等西葫芦做住以后再考虑浇水施肥问题